头戴斗笠参加的大小朋友穿上古早衣服 剑丹米罗芋头吉江等物资从庆安宫出发 北投巡跟鹿港丹普社活动以采接的方式 让参与的民众一起体验古代北投堡丹普社繁华时光 参加的长辈表示 跟着采接的队伍绕行庄头 小时候的回忆都回来了 在追议说那位小孩在走这条路 小年鹿港与未处深山的铺里之间 步商 盐商及山产等商业活动往来交流频繁 但因为路途遥远 草屯北投社区位于中继站 成了商人急跳不休息的转运站繁盛一时 因此希望借由活动的办理提升居民的认同感 让鹿港丹普社的文化风华再现 并且安排了多项米食品尝 借此推广地方产业 我们北投最著名的农作物就是稻米 所以我们打卡有一个口号叫做 稻米丹普社 稻是稻米的稻 有肉掌 蚂仔粿 茶仔粿 我们也希望说社区可以跟产物做结合 来推广我们的农作物 让我们的居民的收入能够增加 参与的大小朋友们走访北投社区 沿途的天原风光让人放松 县原料紫幼肯定社区如此用心举办活动 并表示借由追溯社区的文化及发展历程 也是推动地方文化发展相当重要的一环 也希望说像我们这个过期发展的演劇过程中 来采出我们北投以古早的一个中心的目标 我想这个也是推动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 北投社区邀请民众一起着谷装 拍照 打卡 彩接 活动中也融入了多项米食的品尝 希望将产业与社区做结合 找回过去社区在地发展历史及老一辈的童年回忆 来此的民众都开心地表示不需此行 记者洪一伦炒豚采访报道